就跟我们宣传 我们大国梦 强国梦 中国崛起了 和平崛起了 什么两个一百年历史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东升西降 东强秀 现在我们要跟美国争霸了 那你说稍微有点那种民族自豪感 听的话那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那简直不得了了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 他在国际上是付出代价的 为什么呢 你姿态过高 你好像挑战到 甚至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 跟国际的这个价值观 你如果说跟大家价值观很接近 然后你只是去争夺霸权 大家还说算了 或者说你能提出一套 更好的价值观 比美国 欧洲 这更优秀的价值观 那大家没有话讲 可是现在你搞什么呢 你搞一党专政 你把一党专政这些东西呢 推到国际上去 然后去破坏游戏规则 然后去破坏这个国际上这些 以这个国际法跟普世价值为基础 生活方式化 那我们可是不接受的嘛 那不过是因为几块钱 然后就接受一个暴政 或接受一个这个独裁统治 所以大家看见什么 你在南海搞扩张 你搞战狼外交 然后你破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你恐吓台湾 你把武汉肺炎搞到全世界去了 然后你就清明封控 然后破坏了国际的经济等等 这是国际上的 所以国际上就觉得说 我们慢慢受不了了 你又去搞什么反间谍法啦 数据法啦 国家安全法 现在搞了外商 慢慢也不能做生意 所以开始外商逃走了 那你对内呢 你去刚刚讲说 你不断去打击一级 那前面大家说政治都这就算了 但是你打击一级 打到最后就是一天一产业 然后就又清明封控三年 然后经济开始下滑 在党内呢 你又破坏制度 搞什么这个 搞第三任第四任连任 然后破坏七上八下 什么等等 搞大东西 所以大家觉得说 你内外都搞炸了 你的合法性真的是消失了 所以我们常讲 我们说刚刚不是讲说历史循环吗 你在议论上看来 这个起伏还真的很明显 那么老百姓觉得 你看我们现在经济变差了 然后你原来说 那大国的骄傲感 你在那边吹牛而已 现在你到处走不出去 走出去的时候 人家就指着你骂 或者唯独你会干什么 所以老百姓觉得说 你也不行了 那时候这个时候 当内外交困的时候 中共的感觉什么呢 我孤立了 第一我在国际上孤立 第二我在国内 好像也孤立 所以共产党 我们可以讲就是说 他们从建党开始呢 不是中共啊 从这个马克思时候开始 一路到苏联到中共 大家有共产党 很一贯的地方就是 他一直觉得他是少数派 他一直觉得他是大家围堵跟围剿的对象 他一直有种被围成的心态 他一直有这种心态 那现在的被围成心态呢 就越来越强烈 强烈到什么地步呢 有种灭顶般的恐惧 所以当他有了灭顶般恐惧的时候呢 然后加上什么经济困苦呢 民生凋敝 失业严重 好 那我们先看到宣传主旋律改变 就你一看就讲的 先讲说国际情势复杂严峻啦 帝国主义亡我亡化之心不死啦 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啦 然后未来这路是坎坷不平的啦 然后这个绝对不是一马平川的啦 然后面临惊涛骇浪的局面什么等等 合法性消失了 就是因为合法性消失 所以他的整个宣传主旋律就改变了 大家经常讲说芒果干芒果干 大家仔细读到中共刚刚那些话 这个才叫芒果干 他只是没那么明确说出来 但他的确讲过 亡党亡国的危机是存在的 这句话他是讲过的 也就是他还真的有芒果干 这就回到你最开始问的 他自己真的感觉到合法性消失了